最重要的事情 跟各位來做一定的一個報告 而且請大家留意 這將是改變你一生 這將是改變你這幾年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請各位在五六日的時候 把財富指揮官等下五分鐘之內 要講的這段話記清楚看清楚 而且我不會講第二次 第二件事情要跟各位來報告一件事 接下來是假期 那麼這件事情講出來之後 請你注意一下下 在假期當中想辦法充實自己的知識 我要先跟各位說什麼 我知道今天大盤漲上來 OK 這等一下來說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記不記得我不斷地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我說未來的兩年到三年 我今天可以上來跟你講電子股很簡單 對我來講這是吃飯的傢伙 但是我想跟各位講更重要的是 未來的兩年到三年 各位來看清楚 那麼在民國86年開始 應該嚴格說86年一直到8889 這接近三年的時間 中間有一點算整理好了 這有兩次的一個大漲 從民國86年一直到民國89年 這兩年到三年中間 是我們台灣電子股第一次跟美國來做合作 各位那時候可能還有人沒操作股票 我已經在當老師啊 我是親眼看到說 當時多少人還在說 哎呀趕快來做2882的國泰金控 哎呀我是國泰金控的員工 當時捧的金飯碗的 那麼每個都說是最棒的 結果沒有想到啊 後來全部人都在講什麼 叫做科技新貴電子新貴 什麼意思呢 江山帶有才能出啊 什麼意思呢 國際狀況的改變 而使得台灣變成 美國的一個電子的一個代工的中心 跟電子的製造中心 所以才產生這麼大的一個行情 你說老師從哪裡看出來呢 成交量 當時啊各位想想看 一個月可能只有五百多億啊 後來飄到三千多億啊 成交量六倍以上啊 第一年大家說啊這個漲漲就算了 結果後面不斷不斷輪漲 第三年又再漲 連續三年 陸陸續續你會看到 那個時候的電子股好的壞的 先講不 不能講壞的吧 先講不怎麼樣的 結果來看2303的聯電 聯電是老牌子電子股了 當時也創下高點 不怎麼樣的 現在認為應該不怎麼樣的 威盛也跑出來了 所以在這一年當中啊 大家是千方百計輪班上漲的電子股都來啊 哪怕是後面他可能就沒有表現啊 後面可能你就必須要說 喔原來後面他才有表現 喔原來後面他才有表現了 那才開始產生輪動 但是你各位看一下整個電子指數來講的話 全部完美的是這一波 這一波裡面我真的必須要形容一句話 如果你真的搭上了這一波的行情的話 哪怕你是不見得是買到最好的股票 都可能啊 系統老闆也不有錢啊 都可能變成所謂電子新貴 我認為現在不是電子新貴了 我認為電子股走到現在來講的話 也已經成熟了 5G 6G 7G還有可能嗎 5G都快要已經有人不想接受了 因為5G會牽涉到自由人的隱私啊 5G最喜歡的是中國大陸啊 我也直接告訴你 因為中國大陸反正喜歡每一個人民都被他控制 但是在北歐也好在美國也好 很多人乾脆不用5G啊 不然講句不好意思聽的話 假設說今天朋友找我黃靖哲去喝一點小酒 講得更土一點好不好 假設旁邊那是不良場所 你覺得我會想讓我老婆知道嗎 人都是一模一樣的啊 都有一個所謂自然而然需要的一個自由 這雖然比喻得很差 但是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認為未來的兩年到三年呢 什麼是最重要 來吧 請你在假期當中 想辦法把它帶回去 至少它是一本講義好不好 至少它是一本講義 而且算是一個非常精簡非常精簡 而且我幫你整理過了 它包含了說哪一類股哪一類股都幫你整理好了 整理得清清楚楚 你能夠看清楚說這些呢 你看至少我還幫你分過類啊 那你至少能夠很清楚說 這個股票那個股票是什麼 你至少對生技股有了解 那麼你兩年下來就會很輕鬆啊 我說你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在這裡啊 這我不能說我不推薦啊 因為這叫財訓的嘛 我跟你講一件事啊 這麼多字啊 這跟字典差不多啊 連我都看不完 我不能說我不推薦 但是我可以說 我最推薦我自己的 因為我了解你 我也了解散戶朋友 我也了解各位有的是老闆 你哪有時間去看這麼厚一本書啊 而且它這裡面也沒有什麼整理 就跟查字典一樣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 從台積電查到光寶啊 所以歡迎所有朋友 這兩天到三天的假期 接下來是七月份要飆了 所以請你想盡辦法 今天趕快跟我們聯繫 想盡辦法去找到 找到黃靖子要跟你講的 而且這個是2020年 這個還在講細胞療法 這是去年2019年啊 所以原則上來說的話 我能夠提供給你幫助給你的 我就是這麼告訴你了 我希望各位想盡辦法 趕快把你自己該做的功課準備好 不要到時啊 你看喔 十年之後 如果你現在有2882的國泰金控 沒有換股虧去 講最好的股票了 我相信你會很後悔了 那麼大的行情沒有賺到對不對 你說老師 真的行情這麼好嗎 唉唷 好到我都動不了了 你說老師 這個放假的時間 你講笑話 我就動不了了 我真的動不了了 為什麼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 之前我在公布的時候 隔一天馬上就跳空上去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啊 現在呢 預告太熱情了 我現在必須要講一件事 等一下我那個預告 就會比較難讓各位猜到 預告太熱情了 中東COVID的那一地 兩千個臨床 各位看到沒有 隔一天發生什麼事啊 蛤 害我只能減一點點 減一點點肉湯啊 所以呢 各位看到沒有 這代表什麼 我當然不好意思跟你說 代表各位看節目很認真 這樣我也有困擾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母以子貴啊 請問一下母以子貴的話 那台藥啊 台藥的母公司叫什麼名字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樣開我怎麼帶 我只能告訴你一句話 各位太熱情了 各位真的太熱情了 蛤 但是我這麼證明一件事情啊 你說老師你打你好厲害 一講隔天就上去 不是 這是後面有兩年的大行情 這是你必須要把基本功課準備好 這是很多股票你可以再等 因為還有人在排隊 像疫苗還在排隊 這是在股票裡面一直在輪動 你看現在全市場通通在講永鑫啊 4726的永鑫啊 那我說過我今天要預告的 我也是要跟你講說 如果你辦好手續 我一定帶您去操作 如果你辦好手續 早一點能夠知道這個所謂的生計裡面的 整體性質的產業循環的時候 那今天只有這四個字 如果你能猜得到 我也是算你厲害了 只有永鑫第二好不好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形容 我們做節目呢 那麼一方面要能夠跟各位提到說 的確我們有跟這個盤面來做印證 但是也不能造成我家族成員的困擾 你懂我的意思了對不對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在我們節目裡面 那麼生計股將來怎麼去做呢 我還是告訴你這句話 用良心跟責任 找到一個你信任的生計分析師 那麼你就做得到 那麼怎麼樣達到信任 答案非常容易嘛 親愛的投資朋友 誰告訴你 而且還跟你講理由喔 我說你去看那個快篩啊 看那個疫苗啊 美國真的很急啊 那個FDA啊 以前審薪藥都不給你過 現在拜託你台灣想辦法做好啊 所以ABC送診就過了啊 104到161 隔天182請你趕快走啊 為什麼 等一下我也會跟你說啊 各位看到沒有 這幾天還有人在講 6598的ABC 你一定要看清楚趨勢啊 如果你182不走的話 現在剩下153對不對 同樣的 我說啊 這種應該是說 終極的快篩 什麼叫終極的快篩 就是它速度並不快 它只是把9個PCR檢測的方式呢 改成3個到4個 那前一段時間 大家沒有貨的時候 當然可以去用 但是現在呢 慢慢的有新的東西要出來了 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那麼它就真的有一段時間 就已經開始都不會漲了 所以你會發覺一件事 我在介紹的時候 它一定要飆起來 別人在介紹的時候 它就開始不漲 這就有很大的分別 當然包含這個1325的恆大吧 對不對 別人開始講的時候都不漲了 我說你一定要看後面的趨勢 我寧可等欸 我寧可等這15分鐘的完成啊 或是說 你真的要佩古佩奇的話 就這幾個 因為這40小時是最準嘛 就有一天說 我一定要去到一個 完全沒有細菌的地方 比方說要去台積電的實驗室 它可能要求你這樣子塞 那將來可能只能這樣塞啦 要不然你在機場你怎麼過日子啊 每個人先等一個小時半 一台飛機300個人要等幾天 所以股像市場裡面 你要看到東西的變化 尤其醫術生技它也會變化 各位 我最早跟各位提到 瑞德西偉這個事情 當時人家說瑞德西偉無效 我說不對喔 請你注意喔 那是美國 那是中國大陸說無效 所以請各位4月30號的時候 一路把瑞德西偉做上來 做到70幾塊錢啊 押回來這裡 我們還做了第二次 但是上來之後呢 我發覺一件事情 那麼報告都出來了 你不要連看都不看啦 有些人看我節目很認真 認真到可能把它錄影起來 來猜猜看我昨天講什麼股票 有些人呢 只要我沒講 他就不去網路上看一看 這個新聞都出來了 那麼現在都在長什麼了 而且這個新聞都出來了 那個瑞德西偉不納健保 這個新聞都出來了 好的叫疫苗不好的叫瑞德西偉的 變成是這個情況嘛 加上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重症患者將來會慢慢的變少 不然的話 今天電子股怎麼會長得上來 今天電子股怎麼會長得上來 那麼藥品已經在換了 藥品已經像今天 我跟各位講的這種幹細胞的治療 WHO已經開始推了 所以呢 這兩天好像很多人衝進來 那沒辦法 那各位看到沒有 是不是之前跟各位講什麼 昇華 80到133 而且5月4號就開始講昇華 請你注意這個新的藥品出來了 當時後面還沒有看到說 比瑞德西偉 昇華 感覺上有更大的一個 所謂未來對中度患者 跟輕症患者 那麼瑞德西偉中度患者 輕症患者 效果不大的時候就慢慢的換到他了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它不斷不斷的在循環當中 有的變有的不變 有些東西還不變 我直接告訴你也無妨 任何拉回我都還可能要繼續佈局 我就這麼告訴你 有些東西它也不會變 它是個主軸 但是有些東西它不斷不斷會改變 就像什麼 就像民國88年 你可能一開始覺得聯電是股王 那時候聯電比台積電紅太多了 我告訴你一件事 誰知道風生水起 現在聯電到 聯電是這個樣子 台積電已經跑到這邊來 所以同樣電子股也會變化 你那個時候可能 我看到好多人 車號還用2388的威勝 你都不曉得說 原來它早就有 暗渡陳昌到紅達電來 紅達電之後 現在又不要渡到哪邊去了 所以同樣一個電子股裡面 它也會產生變化 唯一的辦法 怎麼樣能夠幫助你自己 怎麼樣能夠改變你自己 越多的知識 越能夠幫助你自己好不好 所以假期當中我還是建議大家 好好的把生計支付寶典 黃敬哲花這個心思 讓各位能夠更快速的 超越別人兩年到三年的知識 不要兩年之後 你還說生計股真的好棒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看四月到六月你已經後悔多少 兩年之後你要花十倍的後悔 歡迎你想盡辦法 先辦好手續之後 那麼預告這一檔股票呢 今天只能講這樣子 永新第二 那麼請你辦好手續之後 敬哲帶您掌停掌停再掌停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中間新紀元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 就看下半年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 就看下半年 刷三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黃老師 當沖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三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並來投顧黃老師 生技領投陽 迎接新紀元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 就看下半年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 就看下半年 刷三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酒價法很大 1-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在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冊罰更大哦 2-呼氣酒冊值 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 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3-酒駕在犯 聚檢及聚冊在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4-酒駕重新烤照 需強制交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萬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考照 6-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這週到下週呢 我相信整體市場的氣氛會相當的不錯 那麼大家會覺得很High 那麼兩件事先跟各位公佈一件事啊 代表說現在呢 這個行情裡面還沒有所謂空頭的 一個很嚴重的狀況 所以有些人不曉得什麼 就會在你去放空啦 那有些人說 我們已經要放空多久多久了 基本上來說的話 幾天之內或一個禮拜室內大概不會啦 或者說一個小段時間之內應該不會 不過有一件事情 我應該會跟各位提到的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麼這個用日線看應該看不太出來 但是從週線看各位看得出來 是一個突然間打下來之後呢 彈上來的一個過程啊 那再好再壞大概是這個情況 今天或者做一些 應該說這個禮拜看到一個新聞說 我們這樣子就要過1268了 我們台灣現在好得不得了了 我今天要講一句話 還有人說今天叫做資金行情 我有的時候不是跟各位潑冷水啊 資金行情是要在這個時候講吧 這個時候是我在跟你講資金行情啊 你在這個時候講資金行情 這要幹嘛 對不對 你在這個時候講資金行情的話 不對的也會不少喔 不一定現在就要掛掉 但是不對的也會不少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突然之間美國會上漲呢 因為有人抓狂了嘛 就是他嘛 川普嘛 他說第三季會大幅成長 我說不好意思講說 如果你看到這個新聞 你就說第三季大幅成長 那真的太棒了 你有沒有看過小學生考試 假設說這個第二季只有考一分 第二次月考只有考一分 第三 不要一分太少了 考十分好了 第三季考三十分的話成長三倍啊 但是還是不及格啊 你要想清楚啊 現在在新冠肺炎的底下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是最嚴重的嘛 那當然跟這個季跟這個季比 當然怎麼比都會進步啊 因為這一季實在太爛了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 而且呢 到了第三季 第三季算是夏天往秋天走 到秋天往冬天走的時候咧 你看人家中國大陸在幹嘛 所以這次有人換了另外一個講法 雖然我是不太贊成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 那應該怎麼說 人類基本價值問題 有人說這個中國大陸的習近平還做得很穩啊 那那個川普已經快做不下去了 你看人家在幹嘛 中國大陸呢 不得了 軍方開始 我昨天就告訴你了 開始用什麼 Casino的一個COVID-19的候選疫苗 你不管三千二十幾誰先打 解放軍先打嘛 勇敢的給他打 因為解放軍很強壯的 解放軍什麼事情都要站在人民的前面 站在全地球的前面嘛 那當然了 我們當然知道說這個是違背醫學倫理啊 也不太也不太正確 應該這麼形容 就醫學上面不太正確啊 但是我是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打疫苗 你看那個磐石劍 都已經有人中過啦 中過之後 結果每個阿兵哥都活蹦亂跳 打在那個很強壯的人身上其實問題不大 所以昨天你看這個新聞 看到輝瑞超前進度 那是打在健康的人身上啊 應該打在那個強壯的人身上啊 那是一到二期的一個階段啊 摩德納呢 那時候推遲新冠疫苗的實驗啊 那可能他必須要做更好的一個安排 而且這裡面這個推遲 我相信絕對有他的一個思考點啊 那麼因為各位注意到一件事啊 當美國一旦好像疫情比較減緩 或是這個共和黨比較有機會啊 共和黨民主黨在那邊爭的時候 反正就是兩個黨在那邊爭的時候 那個通過什麼 第三期要三萬個人 這怎麼做 所以我也不曉得怎麼形容 我只能告訴各位一件事 到最後還是會把它做出來啊 但是有利空的時候 反正也許是機會 我現在講的又是第一手的訊息 說不定下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要拿一個疫苗拉回來 我們 你不要管我怎麼進出啊 我都會告訴你啊 我都慢慢會告訴你 但是不管是輝瑞的疫苗 來 各位看到沒有 不管是摩德納的疫苗 不管是剛才你說到 Consignor的疫苗 今天就要跟你公佈答案了 那老師那個永鑫是在長什麼啊 那麼Consignor做的疫苗呢 叫做什麼 蛋白病毒載體重組 同樣的 輝瑞的疫苗是什麼 蛋白病毒載體重組啊 那麼甚至包含一些抗體的重組裡面呢 那麼基本上來講的話 蛋白病質啊 蛋白抑制劑相關核能技術都在永鑫啊 所以呢 你真的要看永鑫 不是在那邊看其他的人 在那邊跟著敲鑼打鼓的 如果你喜歡看敲鑼打鼓的話 麻煩各位轉一台去看一下綜藝節目 那就可以啦 連我兒子都知道永鑫是在做什麼的啊 我就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禮拜 又是從28塊附近慢慢開始布了 我只能寫第一個價格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到今天都來公上漲停板 現在全市場都在講永鑫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你公一個疫苗族行這樣左洞右洞 你不能要求我每一天都要國光升漲停板 每天國光升漲停板的話 我看節目演兩個禮拜就結束了 也不能要求每天都高端漲停板 對不對 我們兩天就結束了 這樣好嗎 不對嘛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但是各位 現在目前在進行當中 你看中國大陸那個衝第一名 美國現在不曉得怎麼形容 美國我認為速度還是會很快 只是現在突然間弄一個這樣 三萬個人的法案 三萬個人是怎麼樣做那個啊 你說好一個癌症也不過才六七百人 你說做三萬個人 這個實在是可能是故意給川普難看的 這個事情我慢慢看發展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啊 追蹤一個跟你最相關的未來的股票 追蹤一個跟你最相關的未來的股票 它所有的故事啊真的很精彩對不對 現在投資朋友一百一十塊了 四十五點六到一百一十塊 答案是多少 一百四十一倍 還繼續往前衝呢 繼續往前衝呢 拉回來還要請你再佈局啊 還繼續往前衝呢 結束了沒有 當然還沒有 我必須要這麼說 但是有的時候你也不用管我去 什麼時候去做調節 什麼時候去做調節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你一定要抓住這個所謂關鍵重要的一個點 那麼才能夠知道說這裡面真正的變化 那麼不管你要看什麼一期的臨床應該怎麼去看 二期的臨床應該怎麼去看呢 那麼盡責的生物支付寶典都會跟你說得很清楚 而且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特色和這種的最重要不一樣的 它就是一號到一百號通通就把你列上去 知道沒有 但你要想到一件事啊 可能一號跟十號是母子公司啊 十號跟十五號可能是所謂的上下游公司啊 那中間可能有人是什麼 是關鍵型的技術啊 你不能從一號買到一百號吧 就像什麼 又回到今天的話題了 就像民國88年的時候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麼我是89年的時候開始當老師 我就直接告訴你好了 民國89年的時候開始 那89年之後開始長什麼 長的叫做IC設計 長的叫IC設計 所以那個時候你要喊IC設計 如果你那個時候再去喊2303的話大概不太會動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它不斷不斷的會有新的變化 接下來呢 那麼生技股將要重演民國88年到 民國86年到民國89年 這個兩到三年來 有沒有良心 當然有良心啊 我不是跟你寫三年喔 我一向是盡量以我能夠理解的 我只能告訴你說 當一個類股突然之間呢 從所謂的 原來只有30幾億跳到這個所謂 跳到150億 我講的是每一天啊 30幾億跳到150億 突然間漲了5倍的一個成交量 那是那一年的一個開端啊 那前面的掌完後面的會跟上 前面的找到理由了 那我實在真的沒有時間跟你說 我說實話一點 真的好可惜啊 我40集 48塊介紹過三陰性乳癌 後面它要標的時候你完全沒辦法 它就直接給你跳掌進去了 這叫什麼關鍵技術啊 三陰性乳癌 乳癌裡面有15%的叫三陰性乳癌 是那種會有所謂黑色激素 是最難過的那種最難過得了生死大關那種 現在性國做出來 而且在二期半的臨床做得很不錯 所以你看連他的母公司 母以止貴 是不是我這幾天跟你講的觀念 他已經在不斷不斷地演化了 只是有些我們現在第一批的時候 不見得有機會能夠掌握得到 我也必須要這麼形容啊 還有我一件事情跟各位報告啊 別人要做節目很簡單 反正股票拿來一追就好 我從來不追高的啊 這樣子你還是能夠看得出來 我也是沒有話說的 各位看到沒有 第一個我們不追高 第二個 永新第二的關鍵技術 現在你要找的 就像民國89年的時候 你來找我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做IC設計 沒有人知道說什麼叫做晶片 沒有人知道說 原來主機板上面打了很多東西 有的東西叫做DRAM 那時候連DRAM都還要拿出來給人看 這條東西叫DRAM 現在是一模一樣的情況了 現在是一模一樣的情況了 沒有人知道永新 我跟你講永新 沒有人知道高端跟國光生 我跟你講高端跟國光生 沒有人知道武漢肺炎 我跟你講1325的恆大 跟3373的熱應 今年跟著我過得非常精彩 各位後半年的開始 都在關鍵技術上面 陸續陸續都會有關鍵技術 將會在這個盤中的時候來做反應 來做大漲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盡責 而且趕快跟上盡責的團隊 全市場最優質的 而且最明顯告訴你 把講義把思想都告訴你的 讓你是未來兩年高枕無憂 請問各位在這個假期當中 趕快辦好手續 第一個股票浪停 漲停漲停再漲停 第二個好好跟上我們的生技寶典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來 來 創意理財盡在運通 黃老師生技領頭羊迎接新紀元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就看下半年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就看下半年 需要再現02-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獲利 刷在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並拿頭顧黃老師 生技領頭羊迎接新紀元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就看下半年 致富688 今年過好年就看下半年 需要再現02-2781-0909 2781-0909 期待 炸明